近日,中国卫星海上测控部所属远望七号船 经过近一个月的航行后,顺利通过好望角进入大西洋 此次远望七号船肩负着开辟新航路的重担 途经海域受西风带影响,风力和涌浪较大 海上航行难度较以往风险增高 走长大西洋,途径被称为死亡之家的好望角 全船上下做好了充足准备 岗位人员加强值班亮望 各系统目的配合,精准预报气象海况 提前掌握航线海域的浪高、流速、风力、风向等环境因素 确保了海上航行动力强劲,全系统运行稳定 目前远望七号船正全速奔向任务海域 全船动力侧控通信等系统工作正常 设备性能稳定 本次任务是远望七号船2020年的首次任务 抵达任务海域后 我们将对设备进行全面检查和维护保养 为验证侧控方案预案的准确性 我们会进行各项模拟演练 目前所有仓势人员身心健康 设备供况良好 我们将近代任务的到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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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订阅